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我是东海大学生命科学系卓英明教授 今天非常开心有机会跟大家介绍蜘蛛 研究蜘蛛已经将近30年 我们的发现蜘蛛是一群非常可爱的生物 一般人想到蜘蛛总是会把它跟可怕有毒对人有危险 这样的一个角色联想在一起 其实蜘蛛是一群非常可爱 而且不管是对自然界对人类都是非常有利的生物 首先想跟大家谈一谈蜘蛛到底跟昆虫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很多人往往会把蜘蛛跟昆虫把他们联想在一起 其实蜘蛛并不是昆虫的一种 昆虫是属于解制动物们里面的昆虫缸 蜘蛛则是解制动物们里面的柱形缸 在昆虫他们的身体分成头部、胸部跟腹部 在腹部有六只脚 在头上有一对触角 可是蜘蛛呢 它的身体、头部跟胸部是愈合在一起 我们称之为头胸部 它跟腹部有一个短短的布柄把它连接 而蜘蛛在它的头胸部则有八只脚 因此蜘蛛跟昆虫在构造下相当的不一样 而且蜘蛛跟昆虫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蜘蛛就是几乎所有的蜘蛛种类 它们都会产生丝 而只有少数的昆虫 它们具有产生丝的这种特性 在昆虫 它们的丝 譬如说在餐宝宝 它主要的功能是作为保护它在变态 在身体产生变化的过程当中的保护 而这个丝呢 是在嘴巴里面的腺体所产生 而蜘蛛的丝呢 却是用在它生活当中 十一柱形的每一个层面 以解枉性蜘蛛为例 这些蜘蛛呢 它的身体会有好几种不同的丝线 产生不同的丝 有些丝是拿来作为网子的结构 光是结构就有好几种丝所构成 有些丝是作为在网子当中 用来把昆虫黏起来的一个构造 有些丝呢 则是用来作为把不同的丝 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所以蜘蛛它用丝来去行使多重的功能 也有非常非常不同的 它们每一种丝都有不同的化学构造 化学组成以及物理性质 那除此之外呢 很多人想到蜘蛛都会觉得它有毒 对人体会有危害 一般人一看到蜘蛛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小心它有毒 其实大多数人的顾虑 在某些程度是对的 因为每个蜘蛛它都具有毒线 只有少数的蜘蛛没有这种构造 可是蜘蛛的毒它主要对人类是没有影响的 因为它的毒是针对昆虫 在捕捉到昆虫的时候 它会注入毒液来麻痹昆虫 它的毒液主要是针对昆虫的神经系统 对于哺乳类基本上是没有影响 所以只有极少数的蜘蛛 譬如说黑寡妇蜘蛛 或者是在台湾毒性最强的上户蜘蛛 这些类群它们的毒会对人类产生影响 我们看到这些蜘蛛要非常的小心 可是对于其他大多数的蜘蛛来讲 只要我们不是故意刻意的来去被它们咬到 基本上这些蜘蛛对人类是没有影响 有几个主要的原因 首先第一个 如同刚刚跟大家所介绍 它的毒液主要是针对昆虫的神经系统 对于人类的神经运作基本上影响不大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它们的毒牙 往往是很小很短 不容易穿透皮肤 所以毒液自然也就不容易进到体内 即使被它咬到 大多数的蜘蛛它所释放的毒液 这个量是非常非常的少 跟毒蛇比起来真的是差得非常非常的远 所以在这几个综合因素之下 蜘蛛对人类的危害其实是非常的低 但是对于刚刚我所提到的像是黑寡妇蜘蛛 还是台湾的上户蜘蛛 大家当然就必须要尽量的去远离 不要去把玩这样的一个个体 很多人也会把蜘蛛把它想成 或者是很多的媒体会把蜘蛛当成是灾难片 或者是一些剧情片里面的反派的角色 可是其实蜘蛛它在自然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是昆虫主要的捕食者 所以在一个自然界的生态系当中 蜘蛛它其实扮演着控制昆虫数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基本上在所有的陆地生态系当中 不管是在森林 不管是在草原 不管是在任何的地方 蜘蛛都扮演着控制昆虫族群的角色 所以它其实是维持我们整个生态系平衡过程当中 一个非常一群非常重要的动物 那除此之外 也有很多的科学家想要利用蜘蛛 它能够捕捉昆虫的这种特性来进行研究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借由一个生物必从害防治的方式 可以利用蜘蛛在农业地区 能够有效的控制昆虫的族群 那这样子我们就不用施放农药 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 我们就能够以一个自然的方式来去控制我们的农业病虫害 而且蜘蛛丝 它也是在自然界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材料 比起跟它相同重量跟粗细的钢丝比起来 蜘蛛丝其实它的强度一样 而且但是它的弹性更大 所以它是一种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生物材料 所以很多的科学家目前投入大量的研究 希望能够了解蜘蛛丝 它本身运作的一个机制 以及为什么它具有这么强的韧性以及弹性 希望能够在了解蜘蛛丝它的一个基础特性之后 可以将它以人工的方式大量制造 能够制造成我们人类所用的各式各样的器具 然后满足我们人类在工业或者是在民生物品 甚至于在医学当中的许多的需求 所以蜘蛛它不管是在生态 它不管是在未来 在我们的一个科技 甚至于是在我们的一个教育当中 其实它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一群对人类来讲是非常有益 而且是值得我们仿效学习的动物 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蜘蛛的体色 我想大家想到蜘蛛都会觉得它们是一群又黑又毛 非常不讨喜的生物 可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野外去看 其实非常多的蜘蛛特别是在台湾 它们的颜色非常的鲜艳 不管是会结枉的或者是不会结枉的 那为什么蜘蛛身上会有鲜艳的体色呢 一般人想到具有鲜艳体色的动物 通常会想到像鸟类 它们身上鲜艳的体色 其实是跟公鸟对母鸟的求偶有关系 那蜘蛛的颜色跟是不是也是蜘蛛用来求偶的颜色呢 其实答案是是然后也是不是 不是的原因是因为大多数结枉性的蜘蛛 像我们在台湾所常见的人面蜘蛛 它们的眼睛其实非常的 视力其实是非常的不好 它们不太看得见这些颜色 所以对它们来讲 蜘蛛身上的蜘蛛身上的颜色 在同类之间 其实它们并不是看得那么清楚 所以它们的颜色主要的对象 是跟它们互动的其他的生物 譬如说是它们所要捕捉的猎物 大家如果仔细看 很多的蜘蛛身上 它们同时会有黄色的斑纹 而这个黄色的斑纹呢 其实是跟 是蜘蛛用来吸引昆虫的一种 色诱昆虫的一个讯号 在很多的植物上面 它们的花粉是黄色的 所以呢很多的昆虫对于黄色 会有一种内在的一个被吸引的这种本能 所以呢当一个蜘蛛 它身上的一个黄色的斑纹 让它悬挂在网子当中的时候 昆虫远远的看过去 看到这个黄色的斑纹 就有可能被它吸引朝向蜘蛛的方向飞过去 可是蜘蛛它身上除了具有黄色的斑纹之外 蜘蛛它的身上也会有咖啡色 黑色甚至于是绿色的其他的斑纹 让它跟背景的树木树皮或者是整个环境 融合在一起 所以呢在一个身上同时具有 比较暗色系的颜色 跟黄色系比较鲜艳的颜色的蜘蛛 在昆虫的眼中 其实只有这些比较鲜艳的颜色 是可以被昆虫看见 所以它整个轮廓看起来并不像一只蜘蛛 只有一些黄色的亮亮的斑点 所以呢昆虫就很容易被它吸引过去 所以呢到很多结枉性的蜘蛛 身上鲜艳的体色是蜘蛛用来射诱昆虫的一种讯号 而这样的说法也在我们台湾 经由许多研究人员的研究得到了非常好的证实 而且蜘蛛它不仅是会使用体色 来作为吸引昆虫的功用 它们也会利用它们所制造出来的一些构造 来去吸引昆虫 举个例子 在我们台湾在低中海拔很容易看到的一种蜘蛛 叫做金蜘蛛 这个类群的蜘蛛呢 会在网子上面用白色的丝结成 有时候是一字形 有时候是叉叉的这样的构造 叫做引带 这个引带呢 也是金蜘蛛用来吸引昆虫的讯号 因为在很多的花它们上面会有一些斑纹 来吸引昆虫降落在花上面 以至于这些昆虫可以帮花顺利的传粉 而这些花用来吸引昆虫降落的这些讯号 很多都是以一个从花的中央往外 辐射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来去进行排列 所以一个金蜘蛛当它网子上面 有这样子的一个X型排列 辐射排列的这样的讯号的时候 昆虫远远的看过去配合蜘蛛身上的一个黄色的斑纹 它们会以为好像有一个很像花的一个讯号在那当中 所以它们往那个地方飞过去 就很容易被蜘蛛所捕捉到 所以许多的蜘蛛它们身上的斑纹 其实是扮演着一个色诱昆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呢它们身上不是只有鲜艳的颜色具有功能 它们不鲜艳比较暗色系的颜色 其实也扮演着让蜘蛛不容易被猎物所辨认出来的重要角色 所以蜘蛛真的是一群非常有趣的生物 光是从它们的颜色 就能够让我们去了解到许多许多奥秘的地方 蜘蛛的颜色除了用在吸引它的猎物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保护它自己 所以不只是颜色鲜艳的蜘蛛 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它们的体色具有重要的功能 其实对于一些它的身体颜色不是那么鲜艳的蜘蛛来讲 其实它们的颜色也扮演着保护它们自己的角色 举个例子 在台湾有一种蜘蛛叫做陈枝 陈是灰尘的陈 这一类的蜘蛛有个非常有趣的习性 也就是当它捕捉到猎物把它们吃完之后 剩下的残渣它们不会把它丢弃 一般的蜘蛛通常会把吃完的猎物尸体直接从网子给丢掉 可是这一类的蜘蛛呢 却会把猎物的残渣把它们累积在网子上面 放在身体的附近 因为蜘蛛的颜色本身是咖啡色 配合这些被它们所吃剩下的也是类似像咖啡色的昆虫的尸体 所以它们蜘蛛躲在它所吃完的昆虫尸体当中 就让捕食者不容易从这一堆尸体当中去发现蜘蛛的存在 因此它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能够达到一个掩蔽的目的 另外有另外一种层姿 也非常的有趣 它并不是把这个猎物尸体把它放在自己身体的附近 而是把它们做成跟身体颜色跟大小一模一样的一个球状的构造 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蜘蛛的分身一般 它们不仅会把猎物尸体把它捆起来做成一个跟自己一样大的球状物体 它们甚至于会把自己的蛋用丝包起来之后 在外面再用昆虫尸体把它们给包覆起来 做成跟自己的身体一模一样大的 而且是颜色很像的构造 所以在这一种层姿的网子上面 除了蜘蛛本身之外 会有一个一个的好像是跟蜘蛛颜色很像的分身 以至于当捕食者飞过来的时候 它们的捕食者主要是像狐蜂这一类的生物 当捕食者飞过来的时候 它们很难分辨清楚到底哪一个是真的蜘蛛哪一个是分身 所以往往会攻击到错误的目标 就让蜘蛛它们有机会可以跳走 能够得到保护 而且蜘蛛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性 有些蜘蛛它们会在网子上面 用它们所做出来的白色的丝 做成一个很类似像鸟大便的构造 所以这一类的蜘蛛它会在网子当中 然后用白色的比较粗的丝 做成一个好像圆盘状的影带 而这个圆盘状的影带呢 它的规则是它的形状是比较不规则 远远的看过去配合一个绿色的树叶背景 就好像是一坨在树叶上的鸟大便 我们有实际的实验证据显示 当狐蜂或者是博士者看到这个样子的蜘蛛的时候 它基本上它没有办法区别 这到底是真的鸟大便还是蜘蛛 所以蜘蛛它会利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用自己的颜色或者是在网子上面 然后去放上不同的物件 或者是把自己拟装成各式各样不同的构造 来增加对自己的保护 而且有些蜘蛛它们会让自己长得很像不好吃的动物 比如说很多的动物它不喜欢吃蚂蚁 有一类的蜘蛛它叫做蚁之 换句话说就是长得很像蚂蚁的蜘蛛 蚂蚁只有六只脚 但是蚂蚁有一对触脚 而蜘蛛有八只脚 那它们呢就是不仅是外形长得非常的像蚂蚁 而且它们会把第一对脚举起来 举在自己的头上 而且还会上下的摆动 让自己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触脚 一直在摆动的蚂蚁一般 所以一般的捕食者看到长得很像蚂蚁的蚁之 通常会误以为它是蚂蚁 然后不会去攻击它 因为蚂蚁不好吃 而且蚂蚁的攻击性很强 所以当蜘蛛它拟太成为蚂蚁的时候 也能够获得保护 所以蜘蛛它可以利用颜色 也可以利用行为 更可以利用它的形态 来达到保护的目的 我们都一直以为颜色鲜艳的动物 它颜色发挥功能主要是在白天 可是其实不然 根据最近的研究我们发现 其实像蜘蛛这一类的 身体有不同颜色的动物 在晚上它的颜色其实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举个例子 像很多的蜘蛛 包括人面蜘蛛在内 当我们有机会在晚上 用红外线摄影机去监控它的时候 我们居然发现 人面蜘蛛它在晚上 居然会吸引到鹅类 往它的网子去飞过去 以至于让它 其实它的晚上所捕捉到的猎物 会远比白天还要来得多 甚至于有些蜘蛛 像在蓝羽的一类 它叫做单色云斑枝 它们自己本身的颜色是比较是属于咖啡色 并没有鲜艳的体色 但是它们会让 有一个身体上面有颜色斑纹的一种蜘蛛 是一种寄生的蜘蛛 住在它的网子上面 然后这个身体是咖啡色的这一种单色云斑枝 它就可以借着寄住在它网子上面 身体上面有银色斑纹的蜘蛛 在晚上吸引到很多的昆虫 特别是主要的是鹅类 所以这些一点一点的 在网子上面的这个蜘蛛 在晚上看起来 从鹅类的角度看 会以为好像是很多的猩猩 在那当中 因为这些鹅类 当它要从一个茂密的森林往外飞的时候 它们看的就是 如果森林有个透空 有看到一些星星 就表示说这里是一个空间 它可以从森林里面飞出去 所以当它们看见一个 一个单色云斑枝 它的网子非常的大 然后上面呢 有一点一点的 这样子的一个银色的 一个寄生蜘蛛的时候 它们圆圆的看过去 会以为这里好像是有一片星空 它们往那个方向飞过去 结果就被单色云斑枝所捕捉到 所以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 蜘蛛的体色 其实呢 在晚上扮演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 那这也是因为我们科技进步 我们大量的使用夜视器材 我们在台湾所发现的一个成果 那刚刚有提过 蜘蛛其实呢 它们的眼睛 它们的视觉并不是很好 看的不是那么清楚 对颜色的辨认能力也不是那么好 因此大家就会以为说 是不是蜘蛛的颜色就跟它们的球偶 是没有关系的 其实在某些蜘蛛来讲 体色呢 在球偶的过程当中 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虽然大多数的蜘蛛 它们的眼睛的视力不是那么好 可是有一个类群 就是在家里很常看见的 一种蜘蛛叫做跳猪 也有人把它称之为是银虎 苍蝇的银 老虎的虎 这一类的蜘蛛 它们的眼睛就非常非常的好 视力非常的发达 它变色颜色的能力也非常的强 所以这一类的蜘蛛 通常蜘蛛的个体 它的颜色会非常的鲜艳 蜘蛛全世界有4000多种 每一种都有它独特的颜色 所以蜘蛛的蜘蛛 会利用它身体上面鲜艳的颜色 配合上非常非常夸张 甚至有趣的动作 然后在母的蜘蛛之前做展示 所以母的蜘蛛 就会借着蜘蛛蜘身上的颜色 跟它所跳的舞 来决定到底 要不要跟这个蜘蛛的个体 来去进行交配 如果大家以为说 那这些颜色鲜艳 或者是体色 在蜘蛛的过程当中 所扮演的角色 只有在白天才会发生 那你就错了 其实呢 在很多的蜘蛛 即使是那些看起来 是最不讨喜的蜘蛛 它也很有可能在夜间 利用身体的颜色来进行蜘蛛 其实我要跟大家介绍一种蜘蛛 就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 就是所谓的拉牙 拉牙它的中文名称叫做高角蜘蛛 或者讲的确切一点 它叫白鹅高角枝 白色的额头 白鹅高角枝呢 在它的眼睛跟嘴巴中间 有一条白色的横线 那这条白色的横线呢 它在晚上呢 其实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 就跟刚刚跟大家所介绍的 它其实可以吸引猎物 它可以吸引飞蛾从天空飞过来 然后蜘蛛会往上跳 把它们从空中抓下来 第二种功能 其实白鹅高角枝 它的这条白线 是扮演着吸引猎物的 静异性的一个角色 公的白鹅高角枝 它在接近母的白鹅高角枝的时候 它会一边抖动它的双脚 一边面向母的蜘蛛 当母的蜘蛛看见 公的白鹅高角枝 它的白色的这条线条的时候呢 就比较愿意的去接受公的蜘蛛 可是呢 当我们把这个白鹅高角枝 它公的蜘蛛 它的这条白色的线 把它给刮除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母的蜘蛛 几乎就会拒绝 跟这样的蜘蛛交配 甚至于呢 会把它们杀害 把它们来吃掉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个研究结果 说明了这一条 在白鹅高角枝上面的这条白色的线 对这种只有在夜间才出没的动物来讲 是扮演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就是说 在夜形系的蜘蛛 类似像是拉牙这类的物种 它脸上的这条白色的线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它用来作为求偶的一种视觉讯号 而且不是只有在白鹅高角株 其实在台湾的其他的蜘蛛 比如说我们到西边 会看到一种很大的蜘蛛 那英文叫做Fishing Spider 钓鱼蜘蛛 那我们台湾叫做西角株 那西角株呢 它供的个体呢 也会在它们的头胸部上面 有两条好像是纹面一样的 这样子的一个白色的斑纹 我们的研究也证实 这个白色的斑纹 对于这种只有在夜间才出来的 这种大型的 在西边活动的蜘蛛来讲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供的蜘蛛用来吸引母蜘蛛的一种讯号 如果我们利用咖啡色的颜料 把这两条白色的斑纹把它给涂掉的话 就会让母蜘蛛不愿意 跟这个供蜘蛛来去交配 因此这个种种的研究证据集合起来 我们就发现 其实蜘蛛的颜色 即使在晚上也扮演非常非常重的角色 就如同刚刚跟大家所做的介绍 蜘蛛其实是一群非常有趣的生物 对人类的影响其实是不大 而且对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不管是在生态系的维持 还是说它的行为当中的一些奥秘 可以让我们去了解这个大自然的奇妙 甚至于在某些种类它所产生的丝 是有可能在未来的科技产生一个重大的贡献 所以鼓励大家将来在家里或者是野外 看到蜘蛛的时候呢 先不急着用拖鞋伺候它 或者是拿着棍子把它的网子给破坏 不妨鼓励大家先暂时的去放下一个害怕的心 能够呢愿意的去观察它 甚至于呢 或是上网或者是阅读 能够去多多的了解关于蜘蛛的知识 当你越了解这一群可爱 甚至于是非常有趣的生物 你对它的了解越多 我相信你会跟我一样 会慢慢的爱上蜘蛛 最后祝大家都能够跟蜘蛛成为最好的朋友